每年耕种的时节 在西藏泥木县吞达村 人们都要为耕地的牦牛 挂上五彩带 系上铃铛 这是千百年来 村中约定俗成的规矩 当清脆的铃声响起 土地被木梨翻开 泥土的芬芳 弥满了整片山谷 在藏族传统文化中 人们赖以生存的高山 湖泊 土地 河水 都被赋予了神圣的含义 神圣之地赐予他们生活的来源 也让他们从内心深处 感谢自然丰厚的馈则 在吞达村 人们敬重土地 尊重生命 在农田耕作时 这里没有灭虫的习惯 他们用铃声和鲜艳的色彩 提醒土地里的小生物们离开 避免伤害 在村民们看来 任何一条生命 哪怕再微小也有灵性 有进享天年的权利 人类不可随意伤害 令人称奇的是 千余年来 这里从没有爆发过大的虫害 万物有灵 生命平等 当心中充满善意 生活就能变得祥和 安宁 千百年来 吞达村人在流水潺潺的吞巴河边 世代耕耘着这片土地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人们始终坚持着朴实的生活 遵守着不妄家杀生的信念 日复一日中 感恩和慈悲的故事 在雪山盛水的滋养下 只跟在每一个吞达村人的心中 成为这个古老村落 生息繁衍的精神源泉 人 明